然番剧场!然番啦! 七集,此时迷雾之主体表泛起了蓝光,奇迹意识的能力似乎正在被激活,与金色神文封印展开了激烈的对抗。 这时三颗脑袋的生命突然出现在了风起的身边,只觉得一阵眩晕感袭来,当眼前的视线再次清晰,他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迷雾之主的身旁。 这时,一个充满杀意的声音从旁边传来,风起抬头望去,发现暗神正瞪着眼睛注视着自己。 他正准备回答,却被迷雾之主体表绽放的蓝光吸引了目光。 转头望去,只见奇迹意识绽放的蓝光暴涨,将金色烙印一点点地驱离体表。 终于,经文脱落,迷雾之主也在这时睁开了眼睛。 眼中的迷茫逐渐化为冷淡,他缓缓地站起身来,视线在这时望向了站在一旁的风起。 短暂目光对视之后,迷雾之主的脸上浮现猙獰的笑容。 风起,我等了你一千五百年,你准备好生不如死了吗? 容我缓缓行不行? 风起心绪道,不行! 迷雾之主的话音落下,拳头在风起的眼前骤然放大。 面对风起的缓兵之际,迷雾之主没有留情,拳头狠狠地砸在了风起的面门。 紧接着上前一步,对倒地的风起就是一套组合拳呢。 但看似凶狠地攻击,迷雾之主明显留守了,否则风起无论如何都难以抵挡异拳。 拍作的同时,让风起感到诧异的是,迷雾之主的拳头打在他身上虽然疼, 但是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有一股暖流顺着迷雾之主的拳头涌入体内, 已经将他千疮百孔地伸去缓慢地修复了。 一顿毒打过后,风起躺在地上有其无力的, 而迷雾之主表情淡漠地收拳站定。 望向躺在地上表情痛苦的风起, 迷雾之主冷笑道, 别装了,起来。 风起山笑着站起身, 已是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好兄弟了。 看到老迷刚才的表现, 他就知道这条牺牲线的布局显然是成功了。 正常的时间线, 老迷能够成长为未来大boss, 主要是依靠血肉计等未来布局。 但是这条牺牲线的老迷, 起点被他拉高了一大截。 首先是多了一个强力的后台, 灵能族, 省略了前期打罗斯的苦逼摸索成长的路程, 也没有为了掌控琥珀研究院的一系列辛苦布局。 有了灵能族提供资源与奇迹训练空间, 迷雾之主的成长效率, 远比正常时间线高。 其次, 他在这条牺牲线死亡之前, 给老迷送上了两份大礼。 残缺的奇迹血石与超级生命的手臂, 都将会是老迷成长路上的一大助力。 血石能够帮助迷雾之主潜移默化地提升血脉成长潜力, 超级生命的手臂呢, 则能够提炼出珍贵的高品质气血, 有助于他的快速成长。 相辅相成之下, 他对于这条未来线老迷的成长抱以期待。 老迷, 你现在帅诈了有没有? 没用, 等会继续挨揍。 但在这之前, 我需要先了解一些事情, 我劝你如实坦白。 你问。 风奇咧嘴笑道, 从迷雾之主的语气中, 风奇能够听出来他似乎有所放下, 或许刚知道真相时内心会有强烈的不满, 以及各种的负面情绪出现, 但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年, 这一千五百年在他的眼里很短暂, 不过是睁眼闭眼一瞬间, 但是对于轻身经历这一切的迷雾之主而言, 无疑是沧海桑田。 期间经历的态度种种, 有些东西自然也就放下了, 能留在心底唯有最初的感动。 一笑敏恩仇, 指的向来都是时间洗礼下的感情。 你将残缺血石与那条断臂留给我的时候, 就已经猜到了我会等你一千五百年。 当然。 凤琪毫不犹豫地点头, 随后继续道。 咱俩可是几条时间线上患难与共的好兄弟, 我还能不信你。 听到这番话, 迷雾之主表情依旧冷漠。 别和我套近乎, 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, 你始终都在利用我对你的感情。 你说这话可就不讲道理了, 我可是最后选择对你坦诚的, 将记忆都分享给你了。 你通过记忆画面应该明白, 我早已将你当成了我兄弟。 望着咧嘴漏笑的风气, 迷雾之主短暂地恍惚, 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, 记忆中的画面分塌而止。 他看到了变为神体为他战死的风气, 临死前嘴里那句, 老迷, 我刚才帅不帅, 令他至今想起来仍记忆犹新。 他还看到了顶着风雪背着他走出北境的风气, 还有黑雪岛屿上那个断了手臂, 守护他直直失去意识的风气。 最后他看到了呆坐在墓碑前, 孤独地吃着供品, 还时不时望着墓碑喃喃自语的风气。 墓碑前流下的那滴眼泪给了当时的他极大震撼。 唇峰心里的记忆相册被打开了, 往事如潮水般侵袭而来。 这份感情他有恨, 但更多的却是感动。 你真的相信我? 迷雾之主在这时望向风奇学问道, 我们是兄弟, 往后每一条时间线都是。 风奇震重地点头, 你就不怕我假装与你合作, 实则通过你提供的记忆内容, 在往后的时间线布局谋划利用你, 最终导致你满盘结束。 有想过, 但依我对你的了解, 你这家伙虽然阴险毒辣, 但是对认可的亲人向来不留余力, 更何况, 与我合作只会让迷雾族发展得更好, 这叫兄弟齐心, 不以来可期。 听到风奇说出这番话, 迷雾之主忍不住翻白眼。 你可真贱。 看到迷雾之主终于不再是冷漠脸了, 风奇咧嘴漏象, 明白迷雾之主显然是放下了。 他的视线扫过四周沉默不语的身影, 随后再次望向迷雾之主询问道, 老迷雾, 你现在什么情况? 你死后, 我就开始了设计针对灵能族的计划。 最后的结果, 想必你也已经猜到了。 听到这番话, 风奇的内心并未感到惊讶。 决定给迷雾之主写遗言信的时候, 他就对迷雾之主的未来有两个猜测。 与灵能族签订契约无疑是与虎谋疲, 就像是一场赌局, 黑旋等灵能族成员就是庄稼, 迷雾之主想要赢, 就必须要挣脱黑旋等灵能族成员的掌控, 结局要么死, 要么吃掉庄稼。 当他看到迷雾之主身后站着暗神的时候, 他就已经猜到了些许的答案。 卡莱面具最后是选择了与迷雾之主合作, 甚至是选方与蛮子也有可能在与迷雾之主合作, 一起暗中对抗黑旋。 所以灵能族已经被你拿下了, 对吗? 即使心中已经有了答案, 可他还是忍不住好奇开口询问的。 不完全是, 足地灵能族我吃不下。 听到这番话的风起内心惊讶, 忍不住诧异道。 足地灵能族当阵有这么强? 远比你想象中更强。 掌控圣灵意识库的足地灵能族的成长, 如同滚雪球般快速, 时至今日, 早已达到了你难以想象的境地。 和现在的你相比如何? 不曾交手, 但以我的分析判断来看, 我或许不是足地灵能族的对手。 现在的足地灵能族是八大区之一的圣灵区当之无愧的最强实力。 卧槽, 老迷都这样了, 竟然还不是足地灵能族的对手啊, 这足地灵能派系内怕不是诞生出了新神吧? 没有理会旁白的吐槽, 风起顺着迷雾之主的话语追问道, 你口中的八大区指的是什么? 面对他的询问, 迷雾之主当即开口解释道, 这个世界现在被分割成了多个区域, 每个区域内都有诸多强族在竞争资源, 但相对也有合作, 其中就有八个区域已经诞生了绝对的霸主级势力, 他们被称为王族, 其中就包括灵能族。 你呢? 我? 现在你所在的星城也在我的管辖范围内, 现阶段我正在与外部势力争夺几个重要资源地, 距离统治这片区域已经不远了。 哦,对了, 刚才囚禁你的猎天神族本是我准备拉拢的目标之一。 那我的出现不是破坏了你的计划?